国民党权代会在今天登场 而今年也是国民党建党130周年 党主席朱立伦喊话 蓝营必须要更团结 而且要年轻化才能够重返执政 对抗民进党的贪腐政权 而权代会营造新的奇象 场外有各县市党部摆摊 有的吃又有的逛 从里到外要打造国民党的新形象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率领党员 其身高唱国歌 国民党第21届权代会在桃园正式登场 今年同时欢庆130周年党庆 蓝营拼老店年轻化 权代会从主视觉以蓝红的彩带 搭配建层变化 到活动会场外摇身一变成了嘉年华 各县市党部摆摊 有人卖党会车轮饼 还有文创商品 有的吃又有的逛 场外热闹氛围 而场内的权代会 锁定2026年的选战 蓝军喊话拼团结年轻化 要终结绿营的贪腐执政 我们知道只有团结才能够面对民进党 政治党部网军政治司法的追杀 只有团结一致打赢选战 民进党在过去执政八年 政机甚差 贪腐连连 相信之下 国民党抗拒违法滥权与暴政的一贯立场 在两岸关系上 朱立伦强调国民党扮演角色更不能少 我们还要稳定两岸 过去这几年来 秉实 亲美 有日 合路的重要政策 根据我们的党章党纲 持续进行两岸的交流对话 能够降低两岸紧张气氛 扮演区域安定的力量 国民党备战2026年县市长大选 来以拟派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迎战新北市长 但根据法规 直辖市人口达250万人 才能征设第三位副市长 北市人口已经跌破了250万 换句话说 如果李四川想要辞职投入选战 就必须赶紧找到接任的副市长 来代理职务 有栏尾提议修法 直辖市无论人口都能设第三位的副市长 难道是为李四川来解套 国民党全代会拼年轻化打造新气象 希望成功吸引选民支持 记者中程良王志涵 SNG小组桃园台北采访报道